謝謝有這個機緣 讓我們來跟大家共聚一堂 講到這個碩士論文的心得 真的要謝謝鄭老師 因為經過他這樣的指導 我之後又自己領悟了一些心得 所以才有今天的心得的分享 我的論文是 新時代賽斯生命觀及其實踐 後面有做謊談的部分 那我今天分享要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論文寫作的一個要領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寫作論文的心態 第三個是因為我是研究新時代的 新時代有一些很棒的秘訣 我今天把我知道的 而且我自己在應用的 很靈的 然後跟沒有保留的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謝謝 所以你來注意聽 第一個寫作的要領 寫作要領 我相信大家有上過鄭老師的寫作技巧 這些 但是我還是要把我的心得講一下 我會分三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你收集跟閱讀你的資料 這個很重要 就像我們在撒網 幫我拿下來了 你開始收集 跟你論文有關的一些文獻資料 你就多去涉獵 多去閱讀 一個重點 我覺得你必須要把它吸收 消化 再把它變為自己的東西 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寫出來 用自己的口吻 自己的方法把它寫出來 千萬不要 文章就不斷的抄 不斷的寫 我真的看見很多 文章抄 就是寫了 甚至掃描 很多很多 就是這樣的方式 那其實 如果你覺得說這個文章不錯的話 你希望能夠把它引文的話 你一定要加注 因為這是一種尊重 作者跟學術的一個倫理 這個很重要 免得哪一天你一旦成名的話 被怎麼樣 你們知道嗎 嗯 就是說你抄襲 那你這樣損失就大了 這個 哪一天你要很出名都不知道 一定有機緣的 所以你這個 我們平常就要養成這樣的好習慣 你引文未助就是四童頭 同學的頭 這很重要 那也不要整篇的 整篇的抄 我覺得你要抄的話 也要技術一點 我通常我的 我的方式 我不曉得這樣透盾 這老師在家一直在一下 就我說我覺得這一篇 這一段文章很棒 那我會把它消化之後 消化之後 我用我的意思把它重整 你知道嗎 把它重整變成我的東西 用我的口吻 我的意氣 那我的方式 我把它寫下來 那不要一字不漏的抄 這個很嚴重 那就是這樣 那這個是收集資料跟閱讀 第二個是你這個構思論文的架構 這個很這一點 我覺得論文的架構是整篇的靈魂 那你要構思 我想通常一篇論文會恍惡不斷地在修正它的架構 它架構就是它的章節 一般呢 論文會分成五章 第一章是序論 那二三章呢 是等於是本論 是論文的重心所在 那第五章才是結論 那你由論文的題目來擴展出來各章 各章 那再由各章擴展出來各章 各小章 那每一個小章跟小章之間呢 章跟章之間都要有連結 你不要脫鉤 不要說各寫各的意思 你意思沒有連結 這樣是不夠有力道的不夠簡潔的 你整篇就會比較鬆散 所以呢我們整篇論文的那個架構就是 由題目擴展出來各章 各章再擴展出來各小節 那各小節呢 再擴展出來每一個段落 那甚至每一個句子 所以段落跟段落就是 每一個段落你只能表達一個大意 如果你有很多個大意 你就分很多的小段 那這個段跟段子 每個段落之間必須要有連結 黃繁相扣 然後層層的寒色 那一語貫之你的文章才會有力道 才會不鬆散 這是我一直在寫很多文章 慢慢慢慢自己領悟 就是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呢 你要用心寫結論 我覺得這個結論 是能夠最能夠看出你的作者的功力 我這樣覺得 如果你每一篇的架構文章 你已經都在你腦海裡了 我相信你行文到結論的時候 你已經了然一心了 應該OK了沒問題了 因為你整個架構 整個章節 那每個段你在表達什麼 你都表達很清楚了 到最後呢 你不要再參考任何的影文 參考所有的都不要 你就把你的論文都蓋上 蓋上 然後你 你用你的心得跟你的領悟 你的體會 用你的言語把它寫下來 這個才是真正屬於你自己的文章 不要再操了 論文的結論 那是你的東西 你的靈魂所在 我是這樣覺得 這個是關於那個論文寫作的你的技巧 第二個呢 我要講論文寫作的心態 你知道我們 尤其像老師這麼 在這個領域出版幾百本的 我相信真的寫文章很大很大的壓力 壓力無所不在 我記得我在寫這樣的一個論文 因為我在讀研究所前 我就一直在生命團體 在帶一些活動 那我也陸陸續續 在寫新時代賽斯的東西 我一直很有興趣 所以我覺得 跳論文是 你有興趣的 你有把握的 你有把握的 你才不會覺得很累 才會這樣 一頭栽進去 然後 在圖書館 一栽進去都不知道 坐個八小時 十個小時 都不覺得累 因為那是我的興趣 而且我想做的 那在這個 後來我思考一下 我們真的壓力無所不在 現在每個人壓力無所不在 但是我覺得 有壓力才會有成長 你如果都得過且過 那這樣也可以 那樣也可以 其實不會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這是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要就是說 學習以壓力共處 一個很好的觀念 我覺得 以我來講 我就重視寫入文的過程 而比較親膚結果 就是說 我怎麼樣以壓力共處 就是 我在事前做最好的準備 那在寫入文的時候 我盡最大的努力 那最後結果 我就把它放下 因為 那個 你最大的收穫 就是在 入文的過程當中 你已經學習到了 這是我的一個 以壓力共處的方式 那 再來就是 我覺得 入文它 只是我們寫作訓練的一個過程 真正的 是要畢業之後 我們的研究才開始 我這樣覺得 然後 因為我完成這本入文之後 我93年進去 96年畢業 那96年到現在呢 我公別有發表五次的入文 在佛大 然後還有空大的學報 我有發表兩篇 才因此才有取得講師的資格 那甚至呢 在去年 去年底 我就自己完成一本著作 我的書 那我覺得 論文是一個開端 那之後呢 你可以發展出來更成熟的文章 所以 這只是一個過程 所以當我現在在 我覺得人生都一直主在很多成長學習的過程 像我現在在看我這本論文的時候 我覺得 嗯 寫得不是很好 那其實代表 我好像又靜默了一些 所以人生就是無止境的 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進步 所以 在過程 然後 不要太重視結果 這個是以壓力共處的一個方式 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一個呢 在寫作的心態上面呢 我認為 你就把寫作這個論文 當成一個 你擁有自信的開端吧 怎麼說 你知道我們一般的 對任何事情 我們 要做一件事情 你都會先考慮說 你會對自己很大的評估跟判斷 有沒有 我做這件事情 會不會成功 有沒有可能性 就是 處在一個being的狀態 BEING 我們一般的方式 being的狀態 然後你覺得 有勝算的把握了 自己對自己有自信了 然後你才去做 那最後呢 才有have 你才有信心 一般是這樣對不對 但是呢 我提供一個方式 因為我自己用這樣的 在踹我自己的人生 你不管怎麼樣 你就先去做 你放下你的評估跟判斷 因為你要知道喔 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你只要想就可以夠複雜了 對不對 那你想越久 越複雜 你不斷在跟自己評估說 唉 你 你跟自己的對話 唉 沒可能啦 那個很難啦 唉呦 我沒有時間啦 唉 再說吧 那再延誤一下吧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常常有這種自我對話 你不要忘了 這個 呃 每個人心裡最大的敵人 就是你自己 你不斷跟自己對話 所以呢 你如果適度的 你擺脫一些傳統思維的模式 你先去做 先去 do 之後你就擁有信心 have 然後之後你那個being 就是存有的狀態 你就對自己是 任何事情就是非常有自信的一個想法 一個狀態 這是提供給各位 那這個是在寫作方面 所以 第三個點呢 想像力的應用 因為我本身是學新時代的東西 這個很靈的 我今天藉由這樣的機會跟大家分享 這有三個要件 一個要件是 你的信念 還有你的情緒 跟你的想像力 你一定要有堅定的信念 還有呢 你要有一個 就是很愉悅的 這樣的一個情緒 內心的渴望 你這本論文對你來講 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 你要很迫切的 你念之在之 每天呢 你每天的生活呢 你就是 把你這個論文都晃在腦海裡 吃飯睡覺 上廁所 你都不離開你了 就像那個王萍的 帶生意 你說他 他去 他花很多時間去旅行 你以為他在旅行嗎 沒有 他腦筋在想東西 我也都是這樣 我在炒菜的時候 就在想 我那個 那一張結構 我要怎麼修改 然後呢 吃飯的時候也在想 然後晚上呢 去散步的時候 我也在想 不斷的想 那想的時候就趕快 把它記錄下來 有什麼問題 就請教老師 找機會 趕快 找機會 請教老師 老師我想 他都很樂意的 真的這一點 很感謝鄭老師 那所以呢 你就用心一意的 所以你堅定的信念 然後你的 應用你的想像力 你知道我們的潛意識 它根本沒有辦法分辨 你是真的在花生 還是在想像花生 那你的潛意識 潛意識都會按照 你所想的 你不斷跟自己對話 自己覺得很差勁 自己不行 他就很如實的 把你的 內在的想法 表現出來外面 就是如此而已 這個就吸引力法則 就是你內在所渴望 所夠堅定的 你夠堅定的 一直批判自己不行 那也是展現出來 這是吸引力法則 所以呢 具體的做法怎麼樣 我從來沒有跟人家 分享到這一區塊 今天真的 你們都賺到了 我很喜歡指示的東西 我這一本書呢 我已經擺在那邊了 我知道它已經完成了 因為只是愛衣三次元 有時間的限制 我的意思還沒有 覺知到它而已 其實事實上 我信念花出去的時候 已經在那邊了 那我只要 只要怎麼樣 加緊我的腳步 很用心的 心無旁駕的 我按照我該完成的手續 一步一步把它完成 之後 我就可以很喜悅的 擁抱我的 安文了 我若干年前 也是用這樣方式 那這個方式很明 我現在用什麼 我不管我想要什麼 心想事成 這個是心想事成 你的信念 你的情緒 還有你的想像力 充分利用想像力 因為那新時代 很講究這個想像力 想像力其實是 真的已經發生了 只是你意識還沒覺知到 但是大前提 你必須要有很堅定的信念 然後你要有 內心很迫切的渴望 這個都不會讓你動搖 就是這樣 那我還是要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真的謝謝鄭老師的執政 還有謝謝同學的聆聽 感謝 謝謝